好 我们先来观察一下 当时也就是这个月10号的时候 乌克兰的副总理费多罗夫 他那个时候就在推特上面发文 当然是要先指责俄罗斯的侵略 而且随后还来点名台湾的厂商华硕 说你应该要来终止跟俄罗斯的合作关系 直到他们对乌克兰的侵略停止为止 那其实这个还蛮敏感的 对于厂商来讲 毕竟商人嘛 做生意无国界 都是要面面俱到的 所以华硕在第一时间 其实是没有对外的来说明 那态度也是比较低调一些 但线上的网友讨论就非常的热烈 他们说既台积电表态要来跟进 台湾政府的制裁令之后 说不会出货给俄罗斯 那华硕怎么也被点名了呢 事实上产业界的部分 我们等一下也有帮大家准备了图表 重要的是在14号 也就是昨天白色情人节的时候 华硕是隔了四天正式发新闻稿 对外说明了 他说公司深度的关切在乌克兰 逐渐升级人道主义的危机 他们特别里面这句话是强调 俄罗斯的市场出货已经停滞了 并且捐助三千万元来援助乌克兰的灾民 事实上其实选边站 对于品牌 对于商人来讲 都是不太容易的一个决定 我们就来观察 为什么这次华硕会被点名呢 其实调出的资料是 去年第四季的时候在俄罗斯的笔电桌机市占率的排行榜 里面就可以看到第三名就是台湾之光华硕了 但其实鸿基是比华硕排得更前面一点 如果我们整个来看的话 一二三名的话分别是联想鸿基还有华硕 那其实相去都不远 这个市占率从百分之十五到百分之十八都有 那第四名第五名才是大家会想说 比较打入国际市场的 可能在欧美的品牌 像是惠普还有Bell 主要的话在第四季的出货 总共是来到了一百九十万台 年增率是来到了百分之十以上 也就是说其实在华硕这个品牌 为什么乌克兰会有一点点希望 你也要进一步的来去制裁俄罗斯呢 就在于其实俄罗斯境内 近期来说发展非常多的电竞 还有在商用市场的部分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华硕出货的大宗 最主要就是在于他们的电竞产品 以及商用的笔电等等 所以这一步才会被乌克兰的副总理所盯上了 那更重要的就是其实地缘政治是很复杂的 品牌 厂商 洞见观瞻 其实要怎么样选 要选哪一边 他们内部都必须要超前部署 要比人家在问你的时候 提早的来思考这样的一个问题 其实我们知道这一波的话 如果以西方世界来说 像是欧美的半导体 他们是比较早表态的 那倒是现在还有很多的亚洲 特别是在IT大厂的部分 很多人问你要不要表态 可是大厂们已读不回 最主要的状况是担心说 接下来会不会有一些地缘政治的影响失下 导致我如果选了A B的生意 我之后就没有办法做了 甚至是长年以来的一个合作关系 这个时候我突然要找其他的订单来做替代的话 会不会对于我的出货有影响呢 也没有办法对股东来交代嘛 所以这个时候最好的方法 或许就是在没有准备好之前 先已读不回 但如果持续被逼问之下的话 或许就真的要来选边站了 这个专家有一个说法 他们说其实很多的亚洲国家大厂 他们并没有表态 最主要的原因 其实并不是说真的很担心 俄罗斯之后的一个报复行为 比较担心的是 因为全球最大的IT市场是中国大陆 或不会如果这个时候 我先跟俄罗斯打换来关系 大陆那边会有一个后续的连锁效应 其实这个会是厂商比较担心的 那现在还没有表态的厂商品牌 他们其实背负的莫大的压力 也就是非黑即白 因此现在市场上面 或许希望这个战争赶快结束的 会是在一些科技厂 还有品牌端的部分 睡不好免疫力会降低 然后我们说睡觉是美容效 女生睡不好这真的是不止脾气差 皮肤也会变差 旺旺现在推出了一个新产品 叫做梦梦水 独家的配方可以启动入睡的关键 怎么买呢 来QR Code快点购 扫一下